鲁迅曾经严肃痛苦地思索生与死 而且经常想到死后 对此进行深层次的哲理探索 人既然死了 是不存在知觉的 但是这些怪诞的同时 又是具体的生活场景 是对现实的描画 曲折地暗示出鲁迅自己的思想感情 死后假托梦境 展示一个还存在知觉的死者 惊艳死后的生活 以离奇的方式表现了鲁迅 对现实斗争的思考 同时暴露了旧时代里的种种罪恶与避害 鲁迅以其惊人的艺术想象力 在梦境的幻象世界中 书写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受 构思奇特 韵味深长 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鲁迅先生的散文 死后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 这是哪里 我怎么到这里来 怎么死的 这些事我全部明白 总之 待到我知道自己已经死掉的时候 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听到几声喜鹊叫 接着是一阵乌牢 空气很清爽 虽然也带些土气息 大约正当黎明时候吧 我想睁开眼睛来 他却丝毫也不动 简直不像是我的眼睛 于是想抬手 也一样 恐怖的立足 突然穿透我的心了 在我生存时 曾经玩笑地设想 假使一个人死亡 只是运动神经的肺灭 而知觉还在 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 谁知我的预想竟得中了 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 听到脚步声 走路的吧 一个独轮车 从我的头边推过 大约是重载的 哑哑地叫得人心烦 还有些牙齿竹 很觉得满眼飞红 一定是太阳上来了 那么 我的脸是朝冬的 但那都没有什么关系 窃窃擦擦的人生 看热闹的 他们揣起黄土来 飞进我的鼻孔 使我想打喷气了 但终于没有打 仅有想打的心 陆陆续续的 又是脚步声 都在近旁就停下 还有更多的低语声 看得人多起来了 我忽然很想听听 他们的议论 但同时想 我生存时说的什么批评 不值一笑的话 大概是违心之论吧 才死就录了破绽了 然而还是听 然而毕竟得不到结论 归纳起来不过是这样 死了 嗯 这 哼 嗨 我十分高兴 因为始终没有听到 一个熟识的声音 否则 或者害得他们伤心 或者要使他们快意 或者要使他们加添些 饭后闲谈的材料 多颇费宝贵的功夫 这都会使我很抱歉 现在谁也看不见 就是谁也不受影响 好了 总算对得起人了 但是大约是一个蚂蚁在我的脊帘上爬着 痒痒的 我一点也不能动 已经没有除去它的能力了 躺在平时只将身子一扭 就能使它退避 而且大腿上又爬着一个嘞 你们是做什么的 重置 事情可更坏了 嗡的一声 就有一个轻盈 停在我的颧骨上 走了几步 又一飞 开口便是我的鼻尖 我懊恼地想 足下 我不是什么伟人 你无需到我身上来 寻作论的材料 但是不能说出来 他却从鼻尖跑下 又用冷舌头来视我的嘴唇了 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 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 跨一步 我的眉根就一摇 实在使我繁衍得不堪 不堪之至 忽然 一阵风 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 它们就一同飞开了 临走时还说 悉哉 我愤怒地几乎昏厥过去 木材摔在地上顿重的声音 通着地面的震动 使我忽然清醒 前额上感到卢西的条纹 但那卢西就被掀去了 又立即感到了日光的灼热 还听得有人说 咱们要死在这里 这声音离我很近 他正弯着腰吧 但人应该死在哪里呢 我先前以为 人在地上 虽没有任何生存的权利 却总有人已死掉的权利的 现在才知道 并不然 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义 可惜我就没了纸笔 既有也不能写 而且即使写了 也没有地方发表了 只好就这样的抛开 有人来抬我 也不知道是谁 听到刀鞘声 还有巡警在这里吧 在我所不应该死在这里的这里 我被犯了几个转身 便觉得向上一举 又往下一沉 又听得盖了盖 盯了盯 但是奇怪 只盯了两个 难道这里的棺材盯 是只盯两个的吗 我想 这回是六面碰壁 外加盯子 真是完全失败 无忽哀哉 气闷 我又想 然而 我其实比先前 已经宁静得多 虽然止不清埋了没有 在手背上 出到草席的条纹 觉得这时钦倒也不饿 只不知道是谁给我花的钱 可惜 但是 可恶 瘦脸的小子们 我背后的小身的一脚皱起来了 他们并不给我拉平 现在抵得我很难受 你们以为死人无知 做事就这样的草率吗 呵呵 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要重得多 所以压着衣皱 便格外的不舒服 但我想 不久就可以习惯的 或者就要腐烂 不至于再有什么大麻烦 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着想 您好 您死了吗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 睁眼看时 却是博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 不仅约有二十多年了 倒还是那副老样子 我又看看六面的壁 尾狮太毛糙 简直好没有加过一点修瓜 举荣还是毛散散的 那不碍事 那不要紧 他说 一面打开暗蓝色的包裹来 这是明版公羊传 夹进黑口本 给您送来了 您留下它吧 这是 你 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 说 你莫非真糊涂了 你看我这模样 还要看什么明版 那可以看 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 因为对他很烦眼 停了一会儿 没了声息 他大约走了 但是似乎一个蚂蚁 又在脖子上爬起来 终于爬到脸上 只绕着眼眶转圈子 万不料人的思想 是死掉之后 还会有变化的 忽而有一种力 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 同时许多梦也都坐在眼前了 几个朋友助我安乐 几个仇敌助我灭亡 我却总是既不安乐 也不灭亡的 不上不下的生活下来 都不能付任何一面的期望 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 连仇敌也不是知道 不肯赠给他们一点 悔而不费的欢欣 我觉得要在快意中要哭出来 这大概是我死后 第一次的哭 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 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 我于是坐了起来 优优独播放